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半场捕食两分钟 这一下子真的是大水冲的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太让人厚怕了 后脊梁骨的寒毛的立起来 口中已经流出了鲜血 我们再来看一下 狠狠地踢到了熊飞的脸上 真的是不敢相信啊 血染沙场气冠红 想到了之前张路的美股 现在又是熊飞的脸 其实李建民也是只想把这个球赶快解围出去 没有想到重重地踢到了熊飞的脸上 在啪啪不能替补的情况下 熊飞和李建民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好搭档了 真的是没有让人想到 希望熊飞没有任何的大碍啊 来自湖北武汉的小伙啊 这一下看得真的是 寒毛都竖起来了 重重地踢到了他的脸上 这一下真的是伤得不轻 09年就已经来到了上海绿生花 现在已经27岁了 他还曾经租借回了自己老东家 也就是武汉猪尔 也就是去年的时候 他回到的鲁汉猪尔 今年是回到了球队 怕怕也是琉璃要打猪蟹杯 所以熊飞已经和 最后就能够